大家好,我是汪汪 这几天天气比较冷 我就不上山彩蜜了 等过几天天气好了,我再去 我带大家去看一下我家后院的小排风 现在呢,我已经到我的小排风这里了 这蜂窝都在这里,大家看一下 这波小排风是我前段时间上山彩蜜的时候发现的 那时候我已经取了一些蜜了 我现在把它安记在这里 它现在已经再去接播了,已经有些蜜了 根据我多年的观察 小排风对居住的环境相当的敏感 它会经常的嵌飞 我在我家后院找了一个跟它居住相续的环境 把它安记在这里 它现在已经解有鲜蜜了 看来我的方法还是可行的 小排风采集的范围一般在500米左右 它居住的环境周围必须要有充足的蜜圆 小排风个体比中风小 它没中风那么抗寒 所以它出勤比中风晚,收工比中风早 这都是因为早晚问差的原因 小排风它喜欢采集中午到下午这段时间的花蜜 它的蜜的口感跟中风是有所差别的 小排风的蜜比较稀一点 中风的蜜比较浓稠一点 这都是因为小排风跟中风酿蜜的过程有所差别 小排风我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以后我会在视频里面跟大家分享更多关于野生蜜蜜的积食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下期再见